中国体操队夺经典分析 夺经典一 双杠 双杠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 共夺得四枚奥运金牌 是体操队夺经最多的小项 巴黎周期成绩依然不错 2021年市井赛胡旭威和市聪分裂第一和第三名 2022年市井赛邹靖元夺冠 2023年市井赛市聪获得第二名 由于邹靖元顺利入围巴黎奥运参赛阵容 他的目标就是未免双杠冠军 而全球只有他一人有16分以上的实力 只要正常发挥 应该能拿下这枚金牌 另外张伯恒也有进决赛的可能 夺经点二 调环 调环也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 李宁 陈奕宾和刘洋拿过三枚金牌 巴黎周期成绩也很好 2021年市井赛蓝星宇夺冠 2022年市井赛邹靖元获得亚军 2023年市井赛刘洋毫无悬念夺冠 巴黎奥运刘洋会向着未免调环金牌进发 应该会拿出6.5的难度套 只要保证完成分在9.0分左右 夺冠就几乎没有悬念 另外邹靖元也有进决赛的实力 夺经点三 平衡目 刘璇 邓玲和管晨晨在平衡目 共夺得三枚奥运金牌 巴黎周期虽然中国队没有拿过该项目市井赛冠军 只有周雅琴在2023年市井赛拿过一枚银牌 但平衡目依然是中国女队最有希望夺冠的项目 拥有7.2难度套的周雅琴和拥有7.0难度套的秋奇 元会对该项目形成双保险 只要不出现调幕这样重大失误 拿到金牌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夺经点四 男团 由于俄罗斯队不能参赛 所以巴黎奥运男子团体很可能就会在中国和日本两队之间展开 中国队夺得2022年市井赛冠军 而日本则是2023年市井赛冠军得主 中国队有三大权能行选首张伯衡 孙伟和肖若腾坐镇 加上两大单向高手邹靖元和刘洋 日本则由乔本大会和宣和摩领衔 中国在调环和双杠领先较多 而日本则在自由体操和单杠优势明显 安马和跳马差距不大 谁是务少谁更可能夺冠 夺经点五 高低杠 高低杠是中国女队另一个传统强项 马彦宏 陆立和何可欣拿过三枚金牌 巴黎奥运秋奇元将冲击第四枚金牌 在2023年市井赛 秋奇元凭借一套高质量的6.7难度套 拿下高低杠冠军 巴黎奥运要想拿到这枚金牌 难度可能还要提升 他的主要对手就是阿尔吉利亚的内木尔 在难度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谁玩成分更高谁夺冠 夺经点六 男子个人全能 以小双和杨威在该项目拿过奥运冠军 巴黎奥运将力争拿到第三枚金牌 而有希望和日本对乔本大会一拼的 就是新科全能王张伯恒 他在2021年市井赛拿过个人全能冠军 只要保持健康 是有可能在巴黎奥运冲击乔本大会的 张伯恒在调环和双杠领先对手 而乔本大会在单杠和安马实力更强 谁领场发挥好失误更少 谁更有可能夺冠 夺牌点一 女团 巴黎奥运中国队排出秋奇缘 周雅琴 欧玉珊 张一涵和罗欢 参加巴黎奥运女团比赛 这套阵容在高低杠和平衡目实力很强 自由体操也差强人意 但跳马依然是老大男 只有张一涵一人难度达到5.0 要想拿到奖牌需要其他三项发挥出色 以弥补跳马的短板才行 巴黎奥运除美国队一起绝成有望拿金牌外 巴西 法国 意大利 英国等队也都是中国夺牌的竞敌 夺牌点二 单杠 单杠是中国队在奥运成绩最差的男子项目 仅拿到一金一银二同 巴黎奥运周期成绩还不错 胡旭威拿到2021年世锦赛冠军 孙伟和张伯恒拿到2022年世锦赛第四 第五名 苏伟德拿到2023年世锦赛铜牌 巴黎奥运这个项目竞争非常激烈 日本队的乔本大辉 美国队的马龙 中国台北的唐家红等人 都有希望冲击单杠奖牌甚至金牌 夺牌点三 女子个人全能 巴黎奥运有可能会派出秋奇缘和罗欢参加女子个人全能项目 秋奇缘在2023年世锦赛夺得该项目第四名 他在高低杠和平衡目有两个绝对的强项 自由体操也有13.5分以上的实力 拖后腿的项目还是在跳马的难度分 巴黎奥运之前如果能提高跳马水平 总分能到56分以上 就有机会夺得一枚女子个人全能奖牌 这个项目除拜尔斯独领风骚外 巴西选手安德拉德和美国选手琼斯也有望夺取奖牌 你觉得巴黎奥运中国体操队能拿到几枚金牌呢